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是在食品经过高温处理之后 完全可以把致病菌完全可以杀死 所以说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其实大家日常所见到吃到的这些很多食品 也是经过高温灭菌来实现商业无菌的过程 保证了食品安全 比如说看到咱们这些产品 不过你可以看宠物食品都已经进行高温灭菌了 所以食品安全不光是人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展示柜 这上面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我们高温灭菌的 还有客户拿过来给他们做热力杀菌实验的 比如说这些饮料 这种罐头 还有这只酱 酱类 肉酱 椰汁 植物蛋白饮料 还有休闲食品 还有休闲食品 乘务食品 快餐形式的 包括米饭也都是 还有咱们桂林糕经常喝到的粥 也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利乐砖 利乐的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杀菌来的 包括这上面还有咖啡 下面给大家介绍这款我们新研发的一款多功能的一个实验服 前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锅门 这边的话是控制面板 操作系统都在这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打开主控开关 之后打开电源开关 现在设备已经上电 现在我们所用到的这个冲锅瓶 还有这个模块都是锡门子的 这个是我们那个配电箱的一个内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是比较整洁的 基本上我们出厂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扩展功能预留的一个接口 这个是我们可以扫码的 这个是我们的控制系统控制界面 所有的自动控制都在这上面设置好 人工不需要再干预了 下面的话是我们纯手动的一个控制系统 这套纯手动的控制系统呢 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操作 不管我这个触摸屏 还是比如说触摸屏 或者是这件卡机了 或者是出现一大其他情况 或者是过热啊 或者是一些人们的一些损坏啊 造成设备的不能正常运行 我们这套手动呢 就可以及时来控制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纯手动的一个控制面板 下面的话是我们一个 这是一个记录仪 可以实施一个追溯 可以追溯我们这个 产品 是否有没有异常 我通过手动面板 打开这个记录仪 我就可以进入了 进入之后呢 这里边是存储的我们一些杀金的数据 我们追溯一下看 这个记录仪啊 是一个五指记录仪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一个内存卡 数据要是存储到这里面的 可以记录温度啊 压力啊 还有一个时间 都有的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数据 我们杀菌啊 都是在上面杀菌的 它是一个上下结构走的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一个 升温一个曲线 这是一个倒序的 这是我们多P4的一个 整合的一个杀菌 可以看 很多东西都是在里面的 这时间轴已经缩小了 这个记录仪有什么更浓呢 主要是就是可追溯性 这个可追溯呢 就是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 问题呢 比如说说我这个设备啊 杀菌斧做出来的产品 我到市场上之后呢 我发现我这个产品 出现了异常情况 比如说我账包 我要找到具体的原因 所以说我就要查找这些杀菌数据 是不是我的杀菌数据有问题啊 比如说是我这个人工啊 我可能说是出现了一个走石啊 或者失误啊 造成这个产品啊 没有做到及时的一个杀菌丸虫 或者是出现意外情况了 造成我这批产品啊 杀菌强度是不够的 所以说我可以作为一个追溯 到底检查是哪个工序 出现了一个问题 可以看这里边是一个配方 所有的生物的一个配方都在里面 可以储存很多的一个数据 这边有工艺名啊 可以新建啊 可以新建很多 可以上载下载啊 读取啊 写入啊 这都是有的 包括我们这些参数 设备的一个参数 这是我们这台设备 需要设定的一个参数 因为它是多功能的 所以硕制的参数还是比较多的 还有一个我们F值 这个是一个F值的一个显示功能 我们会根据杀菌辅 实时的它里边那个探针啊 实时的温度 计算出它这个现在的一个杀菌强度 累积到 做成一个曲线 这呢 这个是我们一个可以看到一个实时的一个曲线 升温和温度和压力的一个曲线 这个是我们那个报警画面 我们有温度啊 温度的报警 上篇扎下篇扎也都是有的 温度报警超温超压 应时异常也会报警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报警 所有的报警都会在上面显示 这个是一个系统的一个画面了 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操作页面 实时显度它这个水位啊 温度压力啊 还有一个旋转啊 旋转的频率也都是有的 所有的阀门开关的一个正常状态啊 它都会有显示 下面的话给大家介绍 这台设备的一些安全 安全方面的一些设施 这台设备呢 我们在锅门这个地方啊 设置了五层安全护锁 光在锅门我就就五层 设备上就先不说了啊 现在介绍一下锅门这个地方 锅门这个位置 这个是一个一层连锁 这个叫安全气缸 这个如果设备里边有压力啊 我们就会弹起来 会锁止这个锅门 不让这个锅门进行旋转 这个是锅门的一个感应开关 这是两层了啊 感应开关如果感应不到 它这个灯不亮的话 这个设备是不能正常运行的 还有我们有一个锅门撑气的一个压力检测啊 这是一个在里边的啊 就给大家这些纸了 这个啊 这个是个都是有的 这个是锅门的一个安全连锁 这个锁死之后呢 你这个是锅门是打不开的 这是打开 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个专利 我们叫二级送脱门 配合这个手动开门啊 大家可以看 现在是一个关门状态 我要打开它 我转到手表 大家可以可以仔细看 这个是里边是有一个 洗的一个一个尺啊 一个小台尖 可能看不太清 这个台尖 这个界面比较大了之后呢 我们会这个缝隙会加大 如果有鱼去鱼压啊 它会从这个缝隙里直接是出来 出来之后呢 它这个就可以防止这个锅门直接一下弹开 伤人的事件 我们需要把这个手柄 往里拉动 继续再开门啊 现在可以看这个是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这个锅门可以打开了 这个是我们设备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我们那个杀菌筐子 这上面啊 四周啊 这是喷头 底部呢 这个是蒸汽扩散管 还有压缩空气的一个加压管道 再一个就是底下 是我们的一个抽水的一个浑水盒 这锅门里呢 我们这是一个风扇 这个是我们气气混合啊 都有的一个杀菌形式 那这台设备是一个喷零 还有气混 还有蒸汽灭菌 三种物能为一体的一个设备 比如说可以旋转 我按一下点动这个开关 它就可以旋转了 当产品有产品的时候 我可以锁定 可以反转 可以调整 这个是我们一个手中一个小的一个亚体机构 如果放到产品我就通过压板把它压住 它旋转的时候它就不会松动了 这样关门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边还有几个压力表 这几个压力表都是我们专门从德国 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的飞锁 里面压力 它有压力表 它又是有防震油的 它这个指针不会是时间长了 由于社会震动 造成它的指针脱落 造成这个损坏 这个是通用压缩空气的 所以说这个压力是有显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款设备比较方便 在实验室里面 所有的管道我们都留好接口 上面有一部分 下面有一部分 这个是我们一个整个的一个管路 比较方便 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 各种菊 dar换队